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开场吧 说点啥 毕竟我现在已经不怎么录视频了 如果这一期更新的话 那我基本上都算是一个年更的补助了 之前因为总是过年什么的 就状态特别的不好 然后家里也弄得特别乱 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再录过视频 去年就只录了一个联系的视频 一言难尽的感觉 然后最近啊 就是我这个背景跟以前都不一样 是因为我最近这些天搬家了 然后搬完家大概已经一周多了 因为现在的这个房子 比以前的那个住起来要舒服一些 然后层高变高一些 所以花粉就少了很多 然后我这个每天这个身体感觉就会好很多 那么所以就 然后最近就总有小伙伴问我 你还更不更视频啊 这种我在想 哎呀 严肃一点的 干货多的视频 我可能一下子录不出来 因为状态不可能一下子恢复到那么好 所以我就打算今天来录一个跟大家聊天的开箱微了 然后为什么又选择了开箱呢 反正我录过好像不止一次的开箱视频了 因为这个之前搬家之前 我大概有一两个月都没有怎么买东西 然后搬完家之后 我总算可以买东西 然后主要也买一些家居类的 然后还买一些最近打折计嘛 买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品牌什么的 所以 今天嗓子有点咬 不过不影响我讲话对吧 所以我就马上就开始给大家开箱 让我首先找一下我的简子在哪里 哎呀 其实大家也能看到 我这房间其实还没有什么东西 就因为我刚搬过来 所以我还蛮想好我这个房间要怎么搞 所以就现在先让它这样调空一点 然后我现在要马上要开的一个箱子是 我在那个Lemach的官网上面买的打折衣服 Lemach其实到底应该怎么念啊 我好像法语应该是念Lemach Lemach 然后英语的话应该怎么念 英语是不是就念Lemach就可以了 哎呀 作为一个完全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不知道哈 然后拆出来了 是一个白色的纸袋 其实我好像没有怎么收到过这种扁片的包装 我之前甚至收到过纸盒包装的 他们家纸盒包装那个做的真的是很漂亮 而且那个纸盒还可以用来做收纳 我这次搬家人还装东西了 然后这个是每次他都会送的Lemach的一个卡片 我买的是两件上衣 我记得是两件上衣哦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一件是这个小上衣 一个大概是七分袖的样子吧 这样子的一个衣服 我买的最小号我感觉还是挺大的 本来我是想买印花的那一款 我会把那个图放在这 印花那一款 但是我觉得对比了一两天 我真的是9900一两天才下单了 我觉得还是这个叫什么Cartigree 官网叫Cartigree 这个颜色最好看 所以就下单了这个 还有一件 哎呀是被他那个扁片式的包装 压得不成样子了 是他的吊带 然后这个吊带 因为我胸比较 胸尾比较大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38号 那好像38号看着特别大的样子 不知道合不合适 然后这个吊带 他还带了一个这个 丝制的一个小包 这个丝制的 这样子是不是能看见 这对比太高了 颜色对比太高了 这黑色还不特别好 然后我打算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试穿效果 如果不合适的话我估计就得退了 所以我想要去试衣服 然后这件 然后已经试完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上 我觉得它的尺码还挺合适的 然后这袖子里面又非常长 然后这个衣服 它这里是有一个腰围的 就我没有想到的 因为它这个后面是要记紧的 然后这个后背是完全开口的 我感觉在模特图 实际上好像没有看出来 它是完全开口的 然后这个前面的这个褶 我得好好地给它运一下 不然它这个压或者是挂一下 不然它这个运的 不然它这个效果看起来就很皱很皱的 然后现在是这个吊袋实穿效果 我这个吊袋买的是38号 但其实我平时买的麦克 大概最大也就买了36个样子 就这个吊袋 我觉得它这个胸有点偏小 如果我给大家看它后面 就我觉得吊袋就是 它是要留一点余量 不然你这个胸就会勒得很不舒服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真的超显瘦了 我好喜欢它这个效果 然后这个小兜背上 我觉得也挺有型的 然后这长度都是可以调的 我就给大家看这个效果 我觉得很可爱啊 这个抹胸的设计 我觉得也做得很好 就是它可以让这个胸显得没有那么的大 所以效果还是不错的 然后其实它这个剪裁 这里基本就是一个直升的 所以就是腰这里就很松 穿上留的非常舒服 而且它穿着也不会 就而且这个颜色我特别选 就黑色了 其实它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那种淡紫色 但我们看那个颜色我穿上 就可能会显得就更圆一些 用我自己的身材上那种比较圆的嘛 不是扁的那种 好了我已经把衣服换回来 大家可能头发好看吗 其实我之前头发特别长 就是在这两天的时候 我实在受不了了 因为太长太长了 又热又重 所以我就把它给自己再加减了 现在美国现在疫情这个样子 我是真的不敢出去 然后下一个包括是这个 Mirror 它叫什么 展示一下我的Broken English 它叫Margaret Hall 不过我们这边买的牌子挺困难的 所以我之前买它都是去日本玩的时候 在日本的食品店里面买的 我还没有网购过 它这个网购的话我就是不是日本网购 网购的话是它自己本身英国的网购 总算是把它拆开了 这也是我的小票 然后这也是有一个这个return phone 我觉得这个牌子买了两条裤子 然后我买的号码都是UK8 因为我以前在英国上学的时候 也基本就是穿UK6到8号 但是那个时候比现在瘦很多 所以我就现在就只买UK8了 然后首先就是一条压马短裤 这个绿色不知道在镜头上表现出来怎么样 就它是一个百分百的压马 很神奇没什么褶 人家手感还不错 是一个这种松紧袋的 但是它这里还是有一些扣子细节的 今年没有买过新的短裤 这两年不是很流行那种百中大短裤吗 其实我前两年就刚好很意外的买过一条 很合适的就是买这大的一条 穿了好多次有好多人问 但是之后好像就没有再碰见那么合适的 我在UK8也买过两三条 然后因为我买了每个颜色 所以就一直都在穿买新的 然后这一次看了这个牌子 因为这牌子裤装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靠谱吧 就买了一条 然后还有一条是白裤子 这个会不会有点大呀 这个不要看它掉牌价 就是它这个衣服都是五折左右买的吧 我记得 所以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说是一个off-white米白色 但我觉得这颜色也已经很够白了 所以我现在还是去试穿一下 给大家看看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裤子的效果 我家现在还没有全身件 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穿是什么样 站远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吗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裤子我买的是8号嘛 我发现它这个硬版可能真的比日本的版要稍微大一些 因为这个8号其实还稍稍有点酥 不过因为它高腰嘛 所以有点余量我觉得可以 然后如果再买到最小码的话 可能那个臀部也看起来有点特别 可能也有点勉强嘛 因为这个裤子本来就是效果就是比较松的 我是看那个秀场的 哎呀我是看那个秀场的模特腿 种草的 然后那个模特腿很长嘛 他穿上那个裤脚的长度 跟我穿上完全不一样 给大家看一下 我穿上大概就是 就也就是这样 然后我側着看那个脚踝落出来就够多了 我估计我自己就得卷一下裤脚来穿了 然后像这种白裤子其实还挺难买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觉得很喜欢就马上买下来了 嗯这个效果我还是挺满意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这种宽腿的嘛 然后这个面料也很厚实很舒服 就反正就感觉虽然是这样子的这种很严肃的这种裤腰的设计 嗯但还是可以活动自如的 所以因为这一条裤子我觉得我还是挺满意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另外一条短裤好了 那个然后这个就是短裤的效果啊 短裤我买也是扒好 然后我觉得非常合适啊 腰脂里的方法很好 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个效果 其实它这个料子真是非常好 我觉得我买了不少样麻东西了 摸到这个料子还是觉得挺棒的 而且这个料子也比较厚 基本上是不透的 因为好多样麻 浅色样麻就很容易透的嘛 嗯然后这个裤肠比我想的要短一些 因为我在光眼看到它的裤肠 我是很严肃的拿那个尺子量了自己的腿 感觉可能是会就刚到膝盖 结果拿回来穿上发现还是在膝盖上啊 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然后配这个上衣我觉得不太合适啊 但是这个颜色应该是搭配其他的 它不那么鲜艳的颜色效果会好一些的 然后这个压麻的感觉也非常舒服 夏天它压麻就会比较雅矿体 所以这个裤子我也还蛮满意的 其实这裤子还有黑色的 我之前在黑色本来来之间犹豫了一会儿 本来想买黑色的 后来一想其实我其他一色系的短裤差不多都有了 那么我就还是买了一条这个亮色了 我觉得这颜色还是挺好的 所以这个后面是没有兜的 就只有侧兜 我估计压麻的后面做了兜会特别好看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在这个镜头前 我这下单身效果怎么样 就从来没有录过这样的 就感觉好久不录这样的视频了 然后今天就因为昨天又吃了过米云 所以今天也很重 然后像MH这个牌子呢 我觉得如果你有特别喜欢一单品 但是当季又特别火的话 那你可以原价买 如果你不是很着急的话 然后你的码也不是特别小 可能真的可以等到他像这种光芒大 大概快五折的时候买 这个真的很划算很划算 然后剩下我还有两大箱 我觉得好像都不是衣服了 我接下来应该就不用再试穿了 我先打开这个 这个上面一看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THJ就叫Hunt Group 应该是我之前买的绿水头 然后首先是一个这个T3的这个 哎呀怎么这个东西拿过去我的脸 首先是这个T3的这个干发巾 我之前用一个就是斯富兰 他们都有卖的一个牌子的干发巾 我用了三四块吧 感觉就是用腻了 所以就换一个牌子用 然后这是什么呢 就每一次他们都有一些什么商家的 其他商家的小卡线 但是我自己就从来都没有看过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花洒头了 就这个就这个花洒头就比较大了 它是那个手持的那种 我之前用的是一个就那个普通的那样一个固定的 不会不能手持的那种 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用的 但是我搬过来之后家里的那个浴室不是那个设计的 所以我只能再买一个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花洒真的特别大 你看我的手 我的手就只有这么多 然后这个地方是它的绿心 这块就是它的一个装绿心 那样的一个手持的那个画那里 然后接下来就是 就是它的那个水罐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一箱就结束了 最后呢 其实还有这么一大箱 这一大箱就 这一大箱其实就是我买的家居类的东西了 看看应该从哪边拆 其实我都有点想不起来 我买了什么 刚搬过来的那两天 因为东西特别乱糟糟的 我整个人精神就比较恍惚 就是那种 刚搬了架很兴奋 但是有很恍惚的乱吃 哎呀 不知道大家搬家了 咱们这是怎么样 我好久不搬家了 所以 压力还挺搭的 这就很过分了吧 大部分都是纸里面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它的这个收纳 这个好像是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号 我看一下 哎 它说这个是small 这个 这是什么 可是我不记得我有买这个 天呐 我远不记得我有买这个 而且它给我发过来两个 我远不记得我有买这个 而且它给我发过来两个 我已经太熟透了吧 哦 这是什么号码的 哦 这是什么号码的 看一下哦 哦 这个是中号的 你看我记得东西完全不对啊 我的天呐 我记得我是买这个 买了大概三四种颜色的小号 然后中号买了 大概中号买了是这样一两个 就是因为当时网站上只有这两个颜色 然后我又下单了一盏 就是同一单啊 还有一盏台灯 结果台灯没有了 变成了 这个 妈呀 为什么会这样 天呐 这 不知道它是不是分成两包发的 但是它给我发的邮件 就只有这一个包裹 感觉好失望哦 因为我还 就 挺喜欢那个台灯的 是我跟家属去那个店里挑的 然后用的 然后我去官网下的单 然后现在这一堆东西 尤其是这种不是我订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拿它该怎么办 嗯 就感觉这一次开心 没有想到最后开出了一点小失望 哎 不过像这种问题真的太常见了 哎呀 让我喝凉壶水哈 这个今天其实天还挺热的 然后我自己在家里没有开窗 就是没有开门嘛 也没有开窗 我有录视频也没有开空调 所以我屋里还挺热 赶紧再会吧 所以这一次的开箱 vlog到这里 应该就差不多进入尾声了吧 就基本就要结束了 嗯 那么让我想象我还有什么没有跟大家说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 我们可以留到下次再说 希望我这个状态能一直保持下去 这样我可以多录一点视频给大家看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看的视频内容 可以在下面回复 或者是私信我告诉我 我可以看一看我能不能录 如果能录的话 我就尽量录一下 那么这一次的 那么这次开箱vlog就结束啦 我之后要干嘛 我之后就要把这堆东西收拾一下 然后现在是12点多 我得干净去准备午饭啦 那么就让我们下一次的视频再见喽